郭德纲的淘心头成为不少小孩和中年人争相效仿的发型也成为他的标志 11月17日郭德纲通过微博曝光了一组古装造型 并透露是寄宫传中饰演寄宫爸爸的造型 并自语夜拍寄宫传 今天我演寄宫的爸爸李茂春 夜晚的横店有个头套真暖和 照片中郭德纲一头浓密的假头发盘在头顶 一改往日的淘心头发型 一双迷离的眼神具有文艺气息 此微博曝光后 网友纷纷转发并留言 对郭德纲的假发造型表示调侃 有网友称说好一起倒白头 你却偷偷去盘发 更有网友调侃称有头发真重要啊 娱乐新闻为您整理报道